大家好,我是比不中 今天我们继续来盘点NBA30队之各队队史最佳球员 今天我们讲东南赛区 东南赛区是由迈阿密热队 亚特兰大英队 华盛顿奇才队 夏洛特黄蜂队 以及奥兰东魔术队这五个球队组成 这五支球队我认为 队史最佳最没有悬念的当属亚特兰大英队 英队是NBA最早的几支球队之一 50年代就已经建队 但是你要真说队史有什么超级巨星吗 那很少 鲍勃·佩迪特肯定是一个 他是NBA最早的几名超级之一 在佩迪特的率领下 老英队也是获得过一次总冠军 佩迪特本人也是两次加冕常规赛MEP 但是这个队 除了佩迪特老爷子之外 在往后的几十年里面 你就很少有超级了 多米尼克·威尔金斯算一个 他在老英队也是获得过第一阵容 拿过德封王 并且也是为老英队效率了12年之久 但是他在12年里面 帅队成绩就有点乏善可成 连分区决赛地板都没有摸到过一次 因此他也是无法去跟佩迪特老爷子竞争 所以老英队队是最佳 鲍勃·佩迪特 接下来我们讲迈阿密热队 热队建队年限不长 他直到80年代才建队 但是他队史的巨星却不在少数 你比如说勒布朗·詹姆斯 是把自己最巅峰的四年 献给了迈阿密 再比如说沙奎尔奥尼尔也是在这里发挥了余热 还有阿隆·佐莫尼 但我个人认为 迈阿密的队史最佳球员还应该是德温·韦德 首先韦德效率年限很长 几乎是把自己整个职业生涯都献给了迈阿密热队 除了中途 什么稍微离开了这么一两年 最后还是回到热队退役嘛 再者 韦德是为这座城市带来了队史的第一座总冠军奖杯 在后面的四年两冠里面 他也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尽管那四年勒布朗才是舞台中央的那个人 聚光灯都对准了勒布朗 但是我们毕竟实话实说 詹姆斯在热火队毕竟效率年限不长 一共只有四年 而韦德毕竟是把几乎是整个生涯都献给了热队 因此我个人认为韦德是热火队史最佳 此外我要荣誉提名的是哈斯勒姆 哈斯勒姆尽管是一名角色球员 但是他在热火队津津津业业18年 任劳任怨 并且我记得是在10年的时候 小牛绝经都给他开出过一份相对较高的这么一份薪水 但是哈队还是拒绝了 他是选择留在迈阿密 因此我认为哈队长必须值一个提名 再说奥兰多魔术队 魔术队对史巨星不少 但是效率年限都不是很长 你比如说 幼年期的沙克奥尼尔 大商之前的便士哈达威 特雷西麦格雷迪 还有德怀特霍华德 这些人当中呢 我是占德怀特霍华德 首先啊 霍华德在这里效率八年 在这四名球星当中啊 已经是效率年限最长的了 然后从个人荣誉来看 霍华德在这里八年五次第一阵容 四次最佳防守球员 这些荣誉呢 也是胜过其他三名球星 在魔术队取得过的成就 再者 他还带领魔术队闯进过总决赛 因此我认为魔术队最佳球员 德怀特霍华德 当之无愧 再说这个集裁队啊 集裁队队史最佳球员呢 我个人认为由 海耶斯和昂塞尔德两个人竞争 当时他们还叫子弹队 子弹队啊 当时70年代获得过一次总冠军 就是由他们二位带队的 二位在这个集裁队啊 效力年线也都差不多 都是十年左右 个人荣誉上来看呢 昂塞尔德是一次常规赛MEP 一次第一阵容 一次总决赛MEP 而海耶斯呢 则是三次第一阵容 因此我个人认为啊 还是获得过双MEP的昂塞尔德 更值球队队史第一人这个位置 海耶斯呢是紧随其后 此外容易提名一些球员 比如说大将军吉尔伯特 阿里纳斯啊 然后如今的布拉德里比尔 如果他在这个集裁队啊 效率的年限长一点 多累积一些数据 他也是可以获得提名 最后再讲这个 加洛特黄蜂队 黄蜂队呢 如果我们上一期节目说 猛龙队是祖上穷 那黄蜂队你是 甚至是找不出祖上来 这支球队的队史啊 你别说是超级巨星了 你哪怕是一般的巨星啊 你放眼他的历史也没有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 保罗是不是这个 黄蜂队的队史的一名成员啊 这个其实不是 这个黄蜂队队史怎么说呢 他是 他这个舰队是在2004年的 沙漠队 然后04年之后 在夏洛特的比赛 肯定是属于他的队史 然后呢 乔老板啊 前几年是向提湖队购买了 就是当年那支 夏洛特黄蜂队 在夏洛特打比赛的那些年的队史 也就是说 简单来说是 从1978年开始至今 在夏洛特打的比赛 就属于这支黄蜂队的队史 而是比如说在 新奥尔良 在俄克拉荷玛打的比赛 就不属于这支 黄蜂队的队史 因此克里斯保罗呢 他不是这支球队的队史成员之一 那么这支黄蜂队的队史 有哪些球星呢 其实我只能说是球星 不能说是巨星了 你比如说 巴朗戴维斯算一个 艾尔杰弗森算一个 然后杰拉德华拉士算一个 还有就是肯巴沃克 那么这些人中啊 你真要挑一个队史最佳 那也只能算是 矮子里面拔高个了 那我还是站肯巴沃克 毕竟沃克啊 在这里是 进过全明星首发 进过三阵 你这个荣誉 你要是放其他队啊 可能看起来非常的不显眼 但是在黄蜂队 你就是number one 是吧 好以上就是我对东南赛区 这五支球队的队史第一人的 一些个人的看法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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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